工作職場來來去去 而這次新竹市府 格外引起各界注意 其中話題人物之一的 由檢察官轉任新竹市副市長的蔡立青 她還是被請辭的更是焦點 而今天是她在市府上班的最後一天 同人們依依不捨跟她道別 也送了花 當場她忍不住落淚了 不過稍早她在臉書上 寫下自己的感恩名單當中 洋洋灑灑寫回憶了一堆 是打拼過或幫助過 甚至關心過她的人 但裡面毒毒吃了她 就是新竹市長高鴻安 這下背後的緣由 雙方關係好不好 也不言可遇 一手捧著同仁送的鮮花 另一手不斷失淚 新竹市副市長蔡立青離職 忍不住感性 累撒市府 千言萬語說不盡 蔡立青到底有多委屈 臉書看得出端倪 發文寫下 雲淡風輕 無愧火星 回顧短短261天 有所成長 感謝所有市府同仁 新竹市議會議長 副議長 與所有藝座和市民朋友 但這名單就是不見市長高鴻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照顧 和高鴻安關係冷到冰點 但蔡立青和同仁市府好情誼 從前一天她自掏腰包 大方請市府夥伴們 總共七百杯飲料 就看得出來 然而這回新竹市府市府內閣 仍是異動和高鴻安關心鬧僵的 不只他一人 幼兒園 然後又有藥局 即將去職的新竹文化局長 錢康明和高鴻安撕破臉 直接在臉書發文揭露早在今年四月 高鴻安就曾經搭乘黑色保時街出席行程 當時幕僚還刻意讓高鴻安 在遠一點的地方下車 更點出這是判斷正確 但方法拙劣 還列出五點辦法 給幕僚建議酸度破表 身為一個這個市長 這個毫無這個領導者的風範 那小鼻子小眼睛小格局 高鴻安上任才短短八個月時間 市府內閣接連走人 也看得出高鴻安領導新竹市府 才八個多月已經浮現問題 借新竹綜合報導